嗨,大家好,我是Jo,欢迎回来 那之前就跟大家保证过,就是这一期视频要给你们送福利 今天呢,就给你们看看我都为你们准备了什么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们要记住就是 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参加这一期活动 但是你的那个地址一定是要是英文的,不然的话 如果你中奖了,我是这些东西是寄不到你的那个家里的 所以你要记住就是,如果你不在美国或者加拿大的话 如果你中奖了,那请你把自己把英文版的地址发给我 这样子的话,我才能把这些东西寄给你 那还有一些条件,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的过程当中 就是给你们参加的条件给你们知道 毕竟我给你们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 那也希望呢,就是你花一点时间把这一期的视频看完 好,不说废话,给你们看看我都给你们准备了什么 那第一个就是一个水面的挖 上一期视频已经给大家讲解过如何操作这个空心挖 所以呢,我就为你们准备了一个 然后考虑到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岸边钓鱼 所以我选择的这些,这些的这个路压的鹅呢 也是,相对来说,就是考虑到,为你们准备要一些防挂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因为岸边钓鱼如果鹅挂了就,几乎就是拿不回来的 然后第一个是水面挖,然后接下来是一个crane bay 这个是一个三尺的crane bay 那大家在岸边的时候,用这个搜索还是比较有效的 接下来是一个luckycraft的中永存的crane bay 然后是一个红眼 嗯,这些之前我在视频里面都有用过的 那效果呢,你们自己也知道,都是非常好的 OK,接下来的条件就是,你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把频道下方的那个小铃铛打开 这样子的话,我的新视频你们就可以每一次都可以收到 然后是一包这个striking的小龙虾 这个耳呢,你可以挂德州或者是shaky hair 那shaky hair我也为你们准备好了 然后你可以挂德州调主或者是shaky hair 或者是用它来单那个jig的trailer 像这个,这里是一个橄榄头型的 这个是一个wobblehead 那它,它有点像橄榄型的那个jig 但是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签是会移动的 那你可以把这个wobblehead和你的小龙虾搭配在一起 然后就拖地板 然后一包,这个是striking的软鱼 这个之前也是有做过教学视频 那一包striking也和一包kite 那striking的材质呢,稍微的比较硬一点 然后它们泳汁也是稍微的有一点不同 Kitex这个会大一点 我两个都是有在用 然后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些颜色呢 都是比较适合那些 大概能见度在3到3尺左右的水色吧 颜色呢也是比较的就是偏向自然的 然后这是一包striking的rage bug 之前也是在视频里面有讲过我用的这个rage bug 然后一包,这个是一包2号的钩子 考虑到大家在岸边钓鱼平时的话 可能用的那些卵额会比较小一点 那这个是troll card的 这个钩子也是非常的锋利 我平时呢也是比较喜欢用这个troll card的钩 然后是一包gamagatsu的swim bay swim bay钩 这个是5号的搭配刚才的这个kitex 可以一起用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能够防挂 然后是一个chatterbait chatterbait的话 你们在钓水槽的时候 或者是在岸边搜索的时候呢 都可以用这个 接下来是一个striking的swim jig 然后就是参加的方法就是你们只要给我在视频下方留言 然后不管说什么都可以 就是你喜欢用什么鹅 或者是你钓的最大的鱼是多少 嗯 或者是你要任何你想要对我说的什么话都可以 OK 然后接下来是zman的这个net rig 那我为你们准备了这个磨裤头 还有就是一包net rig 还有就是一包小龙虾 这个呢你可以挂德州 然后最后是一包single 然后最后是一包single 嗯 这个是一个5寸的single single的效果 嗯 应该不用我说了 那你可以用它来玩德州 或者是wikirig都可以 那这些东西呢加起来大概有100美元左右吧 那我现在频道的收益大概是130 那要考虑到因为如果是要寄那个快递要寄到国外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的贵 所以说我把就是100换成这个路牙给大家 然后剩下的30我就要用来做邮费 也谢谢那些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 嗯不知不觉吧 大概现在已经有一年半的左右时间 我就是要画在这个做视频上面 其实当中呢有很多次我是想要就是放弃的 因为可能就是我做的东西跟其他的那些中文的那些主播 可能我觉得很多是不一样 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在岸边钓鱼吧 那我的可能就是门门槛太高了 但是我相信我做的东西绝对是不比任何人差的 然后呢也谢谢那些支持 之前很早就开始关注我的朋友 然后谢谢你们一路的鼓励和支持 然后我才能够坚持的下来 好了不说废话了谢谢 然后呢记住就是参加的条件就是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频道的通知就是那个小铃铛 然后在最后要为这个视频点个赞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你到我的Facebook的主页 然后帮我的Facebook主页点个赞 然后你们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不管给我说什么都可以 好了 然后呢就是最后说一下 今天是10月5号 那我再会在就是月尾10月31号的时候 选出一名幸运的观众 所以说呢在现在到那个活动的结束的时间里面 大家都可以留言 但是记住就是每个人只有一次的机会 就算你给我留100个 留100条的那个留言也没用 因为我就接下来在抽奖的时候会使用一个软件 然后每个人就只有一次的机会 所以说你们也不要就是一直在下方刷屏